自修赛期结束后,中超未免冠军广州恒大连战连结,取得八场联赛中的七场胜利,从而让自己距离榜首只有三分之差,而恒大能够在下半程取得如此辉煌的战绩, 球队新引进的两名外援宝塔组合,宝利尼奥和塔利斯卡攻不可没,宝利尼奥贡献七球三球,塔利斯卡贡献九球二柱,两人合力助恒大完成致变,不过,在宝塔组合闪闪发亮之际,被他们替代的外援古德利却很失忆,没有在中超报名的他,只能跟随预备对训练保持状态,而近日,好事传来,古德利很可能因获得福, 加盟欧洲豪门C罗的老东家李斯本竞技,据葡萄牙JOZO本媒体披露,普超豪门李斯本竞技本来一开始对古德利开出的报价是200万欧的租借费加100万欧的年薪,但是被恒大拒绝了, 不过,在仔细评估了古德利的能力后,李斯本竞技将报价提升到300万欧租借费加150万欧年薪,而这一报价也达到了恒大的心理价位,在年初加盟恒大时,古德利的转会费是500万欧,年薪也高达500万欧,仅过了半个赛季,恒大能够将古德利以300万欧的租借费租出去, 对于恒大来说应该是一笔划算的交易,即便恒大需要支付其剩下的大部分年薪,另外,该媒体还进一步透露,古德利的租借将为期一个赛季,李斯本竞技将分三次向恒大支付租借费,与此同时,在李斯本竞技的要求下,古德利的租借条款中,还增添了一个非常致性的买断条款, 这意味着他可以在租借期满后永久性加盟李斯本竞技,当然,李斯本竞技之所以对古德利有如此迫切的需求,主要还是因为古德利可以参加周末与本菲卡的比赛,尽管他自中超上半程结束后一直缺少正式比赛的锻炼, 对于古德利而言,虽然在效力恒大的半年,未能达到我们对他的期望,但也总算兢兢业业,并展示出了自己的能力,而对于自己能够加盟欧洲豪门李斯本竞技,古德利自然不会拒绝,除了年薪没有损失之外, 还有可能跟随李斯本参加未来的欧洲赛事,这也是他一直以来梦寐以求的,不管怎样,对于此次即将重返欧洲的古德利,我们祝愿他未来一切顺利。 音乐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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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音乐